周秀娜和周不好10月4日在尖沙嘴出席手表活动 已经单身一段日子的周秀娜早前没拍到与一名男子逛街 两人还一丝一起进入更衣室呢 一男一女一起进更衣室 真的很容易令人想母飞飞呀 母飞这位男士就是她的真命天子 对 那个是逛街的新宠 对 因为常常在很多造型上 衣服上面 都有跟她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对 她真的一起进去更衣室几分钟 没有 她那么高大 对 更衣室就只能一个人用嘛 对 所以她就是在给我意见 其实周秀娜在待人处事上一下有分寸 所以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的机会不大 但是被人家这样误会 很容易毁掉自己的清白呢 没有啊 自己知道就好啊 对啊 我比较 我其实都没有看过 但对 都是朋友而已 没有 我都会把你伤害 我们都被人听到 后来 都是她告诉我的 然后我觉得没办法嘛 对啊 所以现在有点 就是有点会害怕了 因为很怕之后没有人跟我去逛街 对 最后视频 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 一人周秀娜和周不好 10月4日在尖沙嘴出席手表活动 已经单身一段日子的周秀娜 早前没拍到与一名男子逛街 两人还一次一起进入更衣室呢 一男一女一起进更衣室 真的很容易令人想母飞飞啊 母飞这位男士就是她的真命天子 对 那个是逛街的新宠 对 因为常常在很多造型上 衣服上面啊 都有跟她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是 她真的一起进入更衣室几分钟 没有 她那么高大 对 更衣室就只能一个人用嘛 对啊 所以她就是在给我意见 其实周秀娜在待人处事上 一向有分寸 所以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的机会不大 但是被人家这样误会 很容易毁掉自己的清白呢 没有啊 自己知道就好了 对啊 我比较 我其实都没有看过 但对 都是朋友而已 没有 很多人和你伤害 都被人听到不容易 都是她告诉我的 然后我觉得没办法嘛 对啊 所以现在有点 就是有点会害怕 因为很怕之后没有人跟我去逛街 对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 对啊